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台北股市今天終於怎麼樣 上漲了 我在前天的節目 因為昨天有一點事情 我昨天節目重播 我在前天的節目我就講 一萬四千點應該會守不住 但是一旦跌破一萬四千點的大關 台北股市應該會有支撐 那麼未來的走勢就會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先做打底的動作 而這個打底的過程就是個股表現 我在前天的節目講得很清楚 那因為昨天剛好我有點失事 節目重播 剛好昨天跌三百多點 跌破一萬四千點的大關 那跌破一萬四千點 我就擔心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各位看測標 很多的人把股票砍在一萬三千 比如說九百多少點不知道 表示怎麼樣 他在前天沒有看小弟的節目 那為什麼老船長你說你們的王冠系統 大盤一直在空方架構 為什麼不要砍在阿呆股呢 因為很簡單 股票跌很深 它就是會反彈 我舉個例子 3675 這一支股票不是跌得很慘嗎 各位記不記得 我在節目上跟你講 它翻空的時間已經怎麼樣很早 我們的系統早就已經偵測出來 來看一下3675 來看得維有沒有 在這邊 它已經怎麼樣翻空了有沒有 這裡已經翻空了 那這一段你是白疊的嘛 對不對 你如果有安裝王冠AI系統 這一段你不會去賠錢 可是我在節目上前天我就提醒 我說啊 破了萬四 萬四會破 破了萬四會反彈 當然啦 反彈我有特別講 有的人就覺得很奇怪 老船長 你不是說 王冠系統在空方架構的股票 不能買 對這個話是我講的 可是我有說過 當它跌得非常深的時候 它就算在空方架構 它也會反彈 我節目有沒有講得很清楚 所以說如果你今天要搶反 你要搶哪一支我沒有意見 我也沒有說你要搶得維 但是你要知道 你搶的這一檔股票 它還是在空方架構 空頭市場它是這樣跌啊漲啊跌啊漲對不對 那整個架構都在空頭下 你要去搶短的話 第一個你要易高人膽大對不對 手腳要快 第二個你要有錢 假設你所有的錢都買在這裡 那請問一下跌到這裡 明明知道要反彈的 你有錢買嗎 沒有錢買 因為你所有的錢都已經怎麼樣 全部套住 所以說可以搶反彈 只有針對手上有現金的投資人 那手上為什麼有現金 就是在前面股票跌的時候 你懂得停損的人嗎 你如果不停損 都一直跌跌跌跌的半死 假設你的 你是我們舉一檔股票就好 假設你的得維在這裡停損 對不對 停損不是丟人的事嘛 破了所有均線你停損對不對 你現在才有辦法在這邊接嘛 可是大部分的投資人都怎麼樣 從頭報到尾 不是只有他 6104啊看到沒有 創維也是啊 創維今天有沒有漲 小反彈 我們來看我們的指標 來6104有沒有 6104 全部在空方架構 但是他會不會反彈 他會 他彈的有沒有得維多 沒有 3675 各位看一下 得維彈的比較多 但也不是說得維就比創維好 強反彈這件事情沒有這麼簡單啊 對不對 如果台北股市今天漲了多少點 各位看嘛 今天漲了這麼多 對不對 三百幾十點 成交量有2500億 那台北股市老船長明天會不會談 我認為明天台北股市再上漲的機率也是滿大的 畢竟五日均線還沒碰到 那如果台北股市明天再漲 大漲遇到五日均線的話 我認為它就會怎麼樣 漲不動 甚至會怎麼樣 開高走低也不一定 那你手上強反彈的股票 它也許明天 甚至明天禮拜五 然後下週一 它再彈兩天又結束 沒有說所有的股票明天就一定反彈完了 如果這樣子講的話就是怎麼樣 一竿子打翻整座船 你要看個股的怎麼樣強弱不同 你看嘛 創維今天彈一點點 對不對 德維就彈得比較強 那這一支可能會彈 這一支有沒有 雙紅 我昨天晚上看財經節目 哇雙紅人家說不行了 我要拉漲停了 那早上賣在這裡的收盤叫救護車 為什麼 這個相差超過10% 那誰知道 對不對 但是你從整個架構來看 3324 有沒有 它還在空方架構啊 沒有改變過啊 可是它會不會反彈 會 你可不可以搶反彈 可以啊 這邊可不可以搶 可以啊 我說如果你意高人膽大 它在空方架構 你要搶也是可以 但是你不要把它當波段 所以很多事情 股票市場沒有那麼簡單的 你在使用 為什麼我說要參加會員 對不對 我們幫你安裝智慧軟體 然後呢 老船長會 對你做一些叮嚀或提醒 道理就在這邊 因為很多人覺得說 哇指標一定百分之百 沒有百分之百的 它可能盤中變成怎麼樣 轉強 紅K 但是收盤之後它又大跌 它又消失掉 這個都是過去很多人使用啊 操盤軟體不明白的地方 那我來幫你們做怎麼樣 Double Check 我來幫你看這個股票 它到底能不能反彈個兩三天 如果當天台湾就結束的話 那就慘了 對不對 像今天這檔股票2603 不錯啊 長榮有反彈了 今天有反彈了 那你說老船長啊 長榮明天會不會跟著談 明天遇到五日均線呢 就很難講了 我跟大家講的都是實話 在股票市場做任何動作 都沒有那麼簡單 對不對 光是人的判斷 就常常會出錯了 如果不用一個科技的東西來輔助 你認為你的勝率會比較高嗎 當然有些人他覺得他最厲害 他不需要科技的輔助 那沒關係啊 那你賺錢恭喜啊 對不對 但是我個人認為 如果我的經驗跟專業 再加上科技的輔助 我個人覺得這個是比較好的 對不對 任何一檔股票都怎麼樣 一秒鐘 你就知道這股票現在在空方架構 還是多方架構 那空方架構 你一定不能做多嗎 也不是這樣講 就像台北股市在空頭啊 還是有股票漲的啊 老船長你講的有道理啊 所以說你要看 那現在因為跌太深了 所以他會出現反彈 否則你看 有些股票他根本沒有彈啊 在這過程當中他都沒有彈啊 對不對 這邊小彈一下 這邊彈的稍微多一點 德威是今天彈的稍微多一點 那不代表他明天搞不好你看 一紅一黑一黑 明天倒霉萬一直接黑咧 沒有那麼好搶反彈的 但是你要記得 如果你現在是滿手的股票 滿手喔 也就是說 從高檔一直抱抱抱抱抱抱抱 抱到這邊 你也沒有做停損的話 那反彈跟你沒有關係啊 因為你也沒有辦法加碼 你根本沒有錢搶反彈 最怕的就是投顧老師 帶會員買了一缸子的股票 對不對 然後呢也從來不停損 那叫會員買搶那個最低點 會員根本沒有錢買啊 所以有的時候我常講 投顧老師帶進一定要帶出 主管機關三聲五令啊 有規定 停損沒有關係嘛 像德威這種股票 大家再看一下 來 我們是沒有啦 我是教學給你看 你如果這邊買的對不對 跌到這裡 哇這一根中長黑停損掉 你終於忍痛停損掉 結果怎麼樣 後面這一大段你可以少賠啊 那你到這邊再把它買回來 張數還可以買的比較多啊 所以你一定要怎麼樣 顏色停損 那台灣的投顧老師是怎麼樣 幾乎都不停損的 幾乎啦 我知道幾乎都不停損 反正賠是賠你的 然後抱抱抱 欸行情好又上去了 然後最低點他買的 因為他們會發空炮彈的抗訊 什麼叫做空炮彈 就是股票對不對 我現在請會員買 會員根本就沒有錢買啊 他心裡很明白啊 會員全部套這裡的 到這邊融資已經斷頭出場 會員已經畢業了 那有些現股買的 他有收到老師抗訊啊 這邊要加碼買進啊 沒有錢買的 我不這樣做 我們一定是怎麼樣 顏色停損 停損完了之後呢 會員手上的現金還在 當然不是說百分之百 一百萬如果剩下個七八十萬 也不錯啊 底部或是搶反彈 我們叫會員買 會員不會覺得說 老船長你有神經病啊 對不對 我們哪有錢買 他一定覺得 老船長有叫 買不買是我們是 但是我們是絕對是 在手上有現金的情況之下 那也不要多 股票保持一檔就好 你要搶反彈搶一檔就好 那下半段節目回來 我會告訴你搶反彈 你要有一個方向 當然啦 你要高興搶這個搶那個 我沒有意見 但是我會告訴你 搶反彈應該要怎麼搶 有哪幾大原則 但是沒有百分之百的 這樣大家了解意思吧 你可以拿一張紙跟筆記一下 好不好 總之我希望你 在這種難操作的情況之下 你心一定會很亂 對不對 你也很沒有信心 台北股市從1月份跌到7月 所以我才說 你一定要在你的桌面上 安裝一套王冠AI系統 不是老船長要跟你推銷賺錢 都不是啊 你想太多了 我這行做這麼久了 我只是告訴你 你一定要相信科技 我常講嘛 你生活中很多事情 不是都要用科技解決嗎 跟朋友聯繫一個一個打電話 不可能嘛 是不是 很多東西用科技 所以我常說一秒鐘 你就知道多空 你心裡有底了 這股票要不要買 要買 它在空方架構 可是跌很深喔 老船長說可以搶反彈 那你搶反彈 不要怎麼樣 看著天長地久 好不好 導播 古海茫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位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但您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好 那麼搶反彈要怎麼搶 會比較安全 當然你說今天有些股票拉到漲停板 我相信很多人也不敢買 或是它總共成交量 連1000張都不到 對不對 你怎麼搶 所以我們不要去想一些 比較離我們比較遠的 不切實際的 甚至有些股票它主力在裡面 它會坑殺散戶的 對吧 那我們去搶那個比較有量的 因為量是比較沒有辦法騙人的 它要用資金堆出來的 所以你要買第一個搶反彈 你要搶有量的股票 最好一天的成交量都要破萬 這樣子會比較好 第二個當然就是要跌夠深的 這一點當然沒有問題 因為大部分股票都跌很深 第三個很重要 最好是低價位 有的聲音 你去想 高價位的股票 比如說它從300多跌跌 跌到100多 那一張也要十幾萬 對不對 一般的散戶已經沒有什麼錢了 對不對 那你這種十幾萬的 你的號召力 大家全市場的參與力 就會比較有問題 我不知道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老船長剛剛有了 就是說我們要搶的這個標的 最好是怎麼樣 螞蟻雄兵 可以把怎麼樣 大象搬動的 量很大 但是人人怎麼樣買得起 比如說一張股票很低價 十幾塊 一張才一萬多 你說你這一波賠了很多錢 但是怎麼樣 你手上要再擠出來 買個一二十張 總有機會吧 對不對 但是如果股價還在高檔 幾百塊那種股票 一般的散戶朋友 沒有參與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知道 股票市場有量才有價 對不對 所以說我比較鼓勵大家 搶那個怎麼樣 比較低價的 那我舉個例子 我們會員沒有 不要誤會 來這一檔 這一檔跌得夠深了吧 這一檔叫滑邦店 老船長他真的很會跌 比賽不會輸人家 對不對 你看都是跌 幾乎都跌 沒什麼談 今天 是他這一段時間以來 談得最兇 最漂亮的一次 那你會發現 第一個 就像我講的 他還是有量的 四萬多張 而且怎麼樣 他怎麼樣 不到二十塊 低價的 能夠談多遠 不知道 但是最起碼 你好進 好出 你不要去搶 你不要去搶那個 怎麼樣 今天成交量才五十張 拉漲停 你怎麼搶 對耶 老船長 我們怎麼都沒有想到這些 所以很簡單 第一件事 搶反彈你要有資金 假如說你滿手的股票 你的老師都沒有帶你出 沒有停損 那反彈跟你沒關係 最重要的是 他如果發空炮彈的Call訊 叫你怎麼樣 做買進的動作 你根本傻眼 老師你就知道 我們全部套在高檔 全部都死光了 第一檔哪有錢買 這個就是你跟錯老師 第一個 搶反彈要有錢 這個很重要 一方面你可以測驗一下 你的老師平常 有沒有帶你停損 有沒有騙人 這個很重要 你不要不覺得 因為你參加投顧交了會費 對不對 他發Call訊叫你買 結果你根本沒有錢買 那就表示是假的 第二個要買 股票要至少有賺錢基優的 當然啦 我說過華邦店 他今年的獲利 跟去年完全不能比 所以他股價崩跌也很正常 去年非常好 對不對 非常好 那今年完全不能比下來 但是呢 你去看嘛 他去年從這邊漲 漲到這邊 到這邊已經腰斬油了 那如果說華邦店 今年的獲利是去年的一半 那這個地方是底部 如果說今年的獲利是去年的十分之一 那不好意思 還要再往下跌 大家懂這個意思嗎 對不對 老船長原來是這樣子 那你搶反彈 你不要搶到虧損公司 這個有賺錢的 華邦店有賺錢的 這樣子搶起來比較心安 至少第一季賺一塊多 大家懂意思吧 那搶反彈就是說 講穿了要賺很多錢不可能 已經擺明的是搶反彈 要賺很多錢就不容易 那我覺得台北股市 它會在這個地方 開始做打底的動作 注意喔 開始上上下下 那一旦開始上上下下的時候 投資人就會怎麼樣 輸得更快 因為你會兩孤 糟糕 而且你會怕 是不是這個地方 你看看 今天漲三百多 可能明天又跌 那是不是又要下去 你會怕 其實這個地方 我覺得從一萬八千多點下來 它的滿足點大概也到了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 我認為在這邊 至少會做一個怎麼樣 跌破萬事 就像我講 它會做一個震盪整理 就是個股表現 那個股表現 你就是怎麼樣 要抓短線 就你只能夠強短 你不要再想說我要做大波段 不可能啦 現在戰爭沒結束 疫情 現在好像又要再發起來了 對不對 通膨還沒有抑制住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說什麼東西可以抓大波段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強短要 剛才筆記本有沒有記下來 一定要老船長跟你講的 那幾個方向 你把它怎麼樣 記住 那你不會強短的 你可以怎麼樣 來找我 那我的做法 跟我的講法 一定是一致的 那 首先我請你安裝 王冠AI智慧系統 我相信科技 因為我是現代人 你懂嗎 有些人他不相信科技的 對不對 當然我沒有說 我的系統是最好的 業界也有一些朋友 他們也有軟體的系統 你也可以去參考看看 對不對 只是說我希望我的系統 看上去很簡單 一目了然 因為這個20歲到80歲 用一秒鐘 你可以看出來 這一支股票 現在在空方還是多方架構 那有些投資朋友 他怎麼樣 比較不了解 軟體它有時候 還是會有一些變化的 所以我才說 為了我比較放心 老船長用這套系統 你也在家裡有裝 我也有裝 我們同步看 然後我來帶著你操作 這樣你會比較心安 那我也講過了 因為這一波 跌得太兇了 幾乎很多股票 都是在空方架構 管你機不機優啊 對不對 你台積電 你全王股王 世界第一又怎麼樣 你還是在空方架構啊 來 那是不是 你看還在空方架構 那是不是說台積電 就不能買呢 也不是啊 台積電它也會反彈啊 對不對 沒有說不能買 你今天買這裡 收盤很高興啊 這是完全符合 我前天上節目所講的 我們是真的了解 這個東西 我在很多年前 我就已經有推出軟體了 所以我對於軟體的研究 是很深的 後來我發現到軟體 它有很多弊端 那我們要怎麼樣 來避開這些弊端 所以呢 第一個 我們要把它簡單化 要看得很清楚 第二個 我會告訴投資朋友 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它是可以有彈性的 不過你要跟著老師來操作 是這樣的意思 不是說 哇今天的軟體 告訴你這檔可以買 你就怎麼樣 壓房子下去買 對啊 譬如說它現在漲5% 它是多方架構低跟OK啊 收盤跌停怎麼辦 老船長怎麼會有這種事 當然有啊 你只要漲眼睛 你在股票市場 你有沒有看過股票 是漲5%收盤跌停的 有啊 那收盤跌停它又翻成空了 那就會有投資人講 你們這個詐騙集團嘛 什麼多方指標對不對 收盤又變成空了 變來變去 所以我經過這麼多年 我的研究 我會發現 這種情況它有 但是不會常出現 那我認為一個分析師盯著看 如果它這個股票 它現在漲到5% 它不是很穩的 甚至這公司 根本不是什麼好公司的話 那我就不建議 會員做買進的動作 這等於說有一個分析師 幫你做把關的動作 這樣子我覺得會更好 對不對 老船長你這樣講不錯啊 是不是 所以我絕對不會說 你放心啊 我們的軟體拿去 只要翻多你就全力做多 沒有這種事 全世界如果有這種軟體 而且翻多做多一定賺的話 那你來找我 我退出投顧業 給你5億8千萬新台幣 不可能 沒有這種東西 大家要相信科技 但是你要相信科技 它是有盲點的 還是需要人輔助的 我舉個例子 大家就懂我的意思了 特斯拉是不是有自駕車 對不對 那自駕車也有撞死人啊 有些東西它偵測不到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工程師 他就是開著特斯拉在睡覺 好像在高速的路上對不對 然後那個水泥裝 有凸出來一小塊 那個根本偵察不到 而且又在速度那麼快的情況下 沒有煞車直接撞上去死掉 所以我認為自動駕駛 它就是怎麼樣 只能夠輔助 你像捷運是不是有駕駛 捷運在固定的軌道上 他不會這樣開開 旁邊有汽車出來吧 那這種情況 為什麼還有駕駛人員 就算有駕駛人員 也不代表他一定不會出事喔 對不對 所以他只是把風險 往下降的概率 大家一定要懂 不要一竿子打翻整條船 軟體都騙人的 其實不是 是因為你不會運用 那經過這麼多年的研究 老船長特別跟公司講 我們要做到怎麼樣 會員都有安裝一套 然後我親自怎麼樣盯著看 來輔助所有的會員朋友 但至少有個好處啦 會員朋友現在隨便看都知道 一秒鐘都知道 原來這些股票都在空方架構 絕對不要怎麼樣加碼攤平 搶反彈可以腳要快一點 腳底要抹油 你們慢慢就會知道有些觀念 就是我這麼多年累積下來的 好不好 我個人相信科技 但是我不會勉強 每一個人都相信科技 很多人相信自己 但是我相信自己 我更相信自己加科技 一定會更好 那認同的朋友 就請你怎麼樣 明天你的桌上 一定要安裝這一套系統 這樣子你就會怎麼樣 你的個人再加上科技 再加上老船長 我們一起來把風險降到最低 當行情好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賺錢的速度 不會輸給別人 你準備好了嗎 5 4 3 2 1 開始撥打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是 是